以後這就是我甜蜜幸福的家 誰都不能打擾我們 以後有人按門鈴叮咚 幹嘛 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生存進化 我是老頭Automat 我們回來方舟生存囉 我長鬍子了 剃個頭之後鬍子長出來了 後面的頭髮也長出來了 為什麼長出來變得非常不一樣 我也不曉得 總而言之呢 這不是今天的重點 前面四集呢 老頭其實基本上都是預錄的 老頭呢 這四天都跑去了台北 2017花博的 連趴 好啦 現在應該也不是分享 連趴的感言 大家想看了應該是 影片今天出什麼 那我還是不講好了 我不然想要囉哩巴說 不然到時候 就算了 不然到時候又要被說老頭 廢話一大堆 分享一下也不行 就是我這種人 覺得我的分享 全部都是廢話 那我算了 我不講了 好 七噗噗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要幹嘛 我想起來了 今天普羅米 普羅米這個模組 它又更新了 多了新的界線突破 哦耶 我給你們看一下好了 它好像 這次的界線突破 稍微有點不太一樣啊 工作台呢 多了一個魔方 叫做普羅米 貝希摩斯的界線突破方塊 它一樣呢 是要用這個 所有的這個界線突破的這個精華 跟100顆核心 好 抱歉 打擱一下 才有辦法呢 把它給召喚出來 可是我現在比較納悶的是 我們之前我們這隻 雜蝦爆爆 嘟嘟霸王龍呢 他是用進化的方式 可是為什麼這隻是改成魔方呢 我覺得好奇 到底是 恐龍身上進化沒問題 還是說呢 之後都改成魔方的 好不好 好我想要先試驗一下 那我的恐龍身上應該有 貝希摩斯方塊吧 呃 我看一下我們的窮騎齁 我們的 貝希摩斯方塊 窮騎身上應該有吧 貝希摩斯應該是 金剛的樣子 有啦 這邊有啦 可是這個好像是舊版的耶 我不知道舊版的會不會給喔 這我就不清楚了 我們先把我們的這個 核心拿出來用一下喔 這個算是舊版方塊了吧 如果變成這樣子的話 必須要去重打那些 Boss掉的方塊才會算數吧 我想 對啊 啊我們之前那一集 我們之前那一集打的 掉的方塊 現在更新的應該也不 應該也用不上了吧 不知道耶 試試看好了 我覺得應該也用不上了 找他們看看 我們來找換 哪裡啊 出現了 大金剛 你跟天空的那個怎麼這麼像啊 原來 沒事啊 故意嘲諷一下 果然沒有耶 酷酷喔 好吧 好吧 那這樣子我們只能靠魔方了 我也懶得 我也懶得重打了 我只想說試驗一下 到底可不可以就是從進化方式 那個 從恐龍身上直接進化齁 好不好這全部都是猜測啦 啊沒有就算啦 好不好 我們直接用魔方召喚出來好了 那這次呢老頭依舊 是委託了我們的哥們 拿到了這些精華 總共是6個精華 那為了方便起見 老頭呢 這次一次就要了5個 各5個 到後面呢 還是會用得到 所以說呢 我們弄多一點 好不好 來我們現在來稍微看一下 這個 魔方呢 到底 我們的普羅米 大金剛魔方 的界線突破長什麼樣子 來 把它照出來了 好 完全不脫泥帶水 我們來見證奇蹟的時刻到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必須跑到個空曠的地方 這樣子看起來比較舒適 不然這邊可能實在太多啦 我覺得體型應該也是會非常的龐大啦 不用說了 應該也會非常的大 大到嚇死人 大到 沒事 我想說可能跟我的 某樣東西一樣大也說不定 來 就是這個地方了 來吧 我已經看到這個ID 純純浴室了 各位看見了沒 它 你自己看 它的樓 consider 他的樓使頭 比我還要大 鍵 事故 我真的有一點被震驚到了 我說真的 historique fer 大金剛 世界版本 世界王 伊 你看,我都可以以這裡為家了 都在裡面睡覺好了 來,嘿,舒服啊 直接穿進去了 以後這就是我甜蜜,甜蜜幸福的家 誰都不能搗我們 以後有人按門鈴叮咚 幹嘛 有穿出來了,有沒有 一定有人等不及看了 要看,等不及要看他的震聲了是吧 來吧,我們上去了 哇 OMG 跳 哇,這個界線突破的七彩耶 也沒有到七彩啦 這個感覺就像是已經 界線突破開翅膀了,你知道嗎 開翅啦 萬劫,KING 那個翅膀直接就這樣子開了出來 太屌了吧,什麼聲音 誰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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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誰 喔,不是咬我 那隻三角龍我們之前抓過了嗎 好像之前抓過了是不是 欸,我有點忘記我沒有抓過這種三角龍咧 我已經好久沒有玩方舟了 應該也有四五天沒玩了吧 好,等下再回去看 左劍 右劍 就是一個很基本的揍地板 好不好 然後屁股還是依然顧我的翹臀 右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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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一般 一般般的水皮 C劍 這個一個轉 這個一個轉 X是什麼,靈魂轉身嗎 我跳 他好像只有四招 X劍 右劍跟左劍 C劍 轉 一轉 你們都爆屁 X X 打多少沒看清楚欸 說真的打清楚 那個打多少沒有看清楚啊 我們要看這一隻好了 多少的一億 應該都是負二十幾億的啦 欸,這邊有這個魯來,打一下 去死吧 哇 一擊斃命欸 哇,現在連魯來都不是我們的對手啦 魯來 好,抱歉看錯了 興奮了一下 給一個傳說電擊棒 好恐怖喔 原來我們的這個 悟空大大的這個棒子 全部都是電擊棒子 好吧,那我們先回去了 好,普羅米這個更新內容差不多就走這些啊 應該是說他更新蠻多了啦 但是我認為他 欸不是我認為 是 他更新蠻多的 好,但是呢 他只有這個能看而已 其他都是BUG修正 好,什麼嘟嘟飛龍 嘟嘟霸王龍修正啊 之類的 嘟嘟飛龍修正之類的 沒了 好不好,所以說呢 他只有這個可以看 那我們就把他擺到這裡吧 來來來 我靠 這根本就是玉三家 玉二家了 第三隻是誰呢 我們不知道 搞不好是窮起 下一次搞不好是窮起 說不定 好,我們就靜觀其變 是不是 是老大 好大隻喔 我們站那麼遠的地方都看得到 他們的尊榮 嚇死人了 現在就是 越大越強的概念啦 每個人都在比大的 不是我要大 不要那個我要大了 那個糞 game 好不好 差不多這樣吧 那可是我覺得 今天這一集內容 到這裡結束的話 一定會被某些粉絲公幹 我還是算了 我們還是繼續拍 不然的話就說老頭今天這一集好短喔 又在哭腰 所以說 我們今天呢 還是去外面稍微看一下好了 好啦各位 老頭找到的東西啦 給你們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這隻迅猛龍超大隻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他前面好像有個小跟班吧 是不是 還是不是阿 好像沒有小跟班的樣子 是我看錯了 那是他的腳阿 然後呢這一隻的話呢 是 泰克迅猛龍 應該是屬於潘朵拉版本那邊的阿 好不好 然後我們先把這些弄死 這傢伙應該是可以直接吃三項之力吧 而且他會不會怎麼攻擊 應該是不會吧 哈囉不要傷害我 我只是要 讓你成為我的夥伴而已 我們好像放錯了 那應該吃這個嗎 他們吃的東西都好不固定喔 有了有了 來 讓我餵餵 乖 入手了 好笑喔 你看騎上去又變大隻了 OMG 變成巨人了 右鍵 右鍵 好東西了 右鍵 右鍵是吃東西 在地上吃土 C鍵 X鍵 又是裝B的 拿來裝B的恐龍了 右鍵 280萬 看來呢 也是一般般阿 我認為 這個就是 拿來裝B用的 不過他的範圍攻擊還蠻高的耶 就是還蠻廣的 不錯不錯 我倒是認為他就是把鋼鐵迅猛龍模組放大 然後加了這個閃電特效 就完畢了 好的 我又鎖小了 這麼大隻 這迅猛龍的手也太長了吧 好不好 他有沒有顏色阿 他的眼睛會不會發光 好像不會耶 好不好 眼睛不會發光的迅猛龍 好 來吧 不然給穿走 掰掰 喔 你看 我們又看見了什麼 好 各位 我們又來看到這個奇怪的 這個是老虎吧 這個 這是老虎吧 好 白虎耶 好帥喔 這個顏色 不知道什麼這個顏色 害我想起以前的那個 以前的那個誰 17時代裡面的那隻白虎 以前的白虎是非常的稀有 然後為什麼這邊那麼Lag啊 大哥 這個的話呢 可以直接三項之力嗎 他上面寫白Tiger Wife Tiger 就很簡單的 直翻這樣子 沒有什麼特別的名字 就叫做 白老虎 好吧 好我們過去訓服他吧 哇 哇 好酷喔 看起來有霸氣到 應該不會攻擊我吧 我都很怕他們咬我 超害怕的 有了 哎呀 我又變巨大化了 哇 普龍攻擊有這個正波 嗯 嗯 啊 又見 啊 吸收靈魂的概念嗎 欸欸欸欸 啊怎麼了 大哥你去哪裡 欸有回音耶 為什麼會有回音 是因為他周遭的 他周遭有AT立場 是封閉的嗎 你看 他的手長是肉球 喔還蠻可愛的 肉球 超可愛肉球 啊那是什麼東西 怎麼會有一隻啊 跟那個 異手龍 欸不是異手龍 喔原來是 泰克 風神異龍 欸這邊也是泰克風神異龍 欸原來這隻老虎會飛耶 不過 那吸尖是什麼 狠轆 刮呆 嚇死人喔 可以把這個 BGM的聲音稍微調降一下嗎 指示真的會嚇死人 好不好 那EX是什麼 EX沒什麼功能 哦 那邊有一隻白虎啦 我們來白虎對白虎好了 典一下血量 哈 我們這個血量不用說啦 絕對贏啊 那鼎攻擊力好啦 來 右鍵 欸欸欸不要 哇 咬不死 咬不死 他血好多 喔 還好 還行 還行 西鍵 要死你 阿傑就他去了 他軟掉了 我要怎麼降落啊 我已經在降落了 抱歉 我要去看一下 他眼睛是白色的 什麼東西 沒有 空空的 好吧 沒有就算了 這隻蠻屌的阿 白老虎是吧 而且他連旁邊的 旁邊的雷龍都躺了 而且重點是 該怎麼說 你按空白鍵他就直接跳下來了啦 他好像不能跳的樣子 對啊 為什麼 這是一隻不會跳的白虎阿 太詭異了吧 算了 我們直接把他帶回家 不要跟我喔 回家吧 那至於那一隻 呃 泰克的 欸 怎麼沒有弄到 那一隻泰克的風神一龍我們就別抓了吧 他會飛阿 會飛就不太好抓 你知道嗎 他怎麼帶不走阿 你怎麼帶不走阿大大 掰掰 唉唷 帶走了 對啊 那隻飛在空中其實就不好抓 又不能把他射暈 用勾爪你也抓不到 因為他飛太高了 這個是沒辦法阿 沒辦法的事情 隨手我們還是放棄好了 好 結果才剛飛過來而已 你看我看到這誰 這什麼東西 Fire 嘟嘟 火焰嘟嘟暴龍 他的眼睛好好笑喔 我來看一下他的眼睛 你看他的眼睛怎麼是兩顆圓圓的 我好像在哪裡看過他的樣子 這個眼睛圓圓的這個我印象中我好像是在 在 某個魔主遇過 哇這什麼東西在空中飛阿 泰坦巨龍居然從天而降了 你以為你是法拉嗎 正義從天而降是吧 好吧 我們來看一下這隻火焰嘟嘟暴龍 蛤蘆裡到底裝什麼藥 為什麼這麼多螞蟻呢 嚇死人阿 不要弄我喔 我可是很兇慘的喔 好啦 我們來看他 應該可以直接馴服 不要動 給我過來 給我過來 請你 請你停止 哇 OK 終於找到了 我天阿 該死的 這真的是該死的蜜蜂 在那邊 喔 沒在那邊亂咬幹嘛阿 根本就自殺炸彈客吧 因為你是依殺派來的是不是 莫名其妙 弄得我現在不要不要的 好 然後這種狗天氣又給我下雨 所以說他到底要怎麼馴服 我覺得他應該還是一樣啦 不是吃三象吧 剛剛三象餵他沒用阿 欸他掉下去了 可惡 我不相信 我一定要抓到他 怎麼不見了 他還真的掉下去了喔 嗨 你好 欸他還不是這樣 他還不是這樣抓的嗎 黃色的 欸我一定要抓到你 我說真的 我一定要抓到你喔 抓到了 可惡 你看他把我弄死 別動 別動 終於 你是我的了 變成我的了 來 點一下負重喔 右鍵 啊 噴火 C劍 兩層爆氣 結果他好像只針對前面而已 側面都沒傷害 左鍵攻擊 AKS 沒有 右鍵 噴火 好了 一個很典型的 很典型的霸王龍 只是顏色比較特殊而已 所以 被我征服了之後呢 感覺好像也沒什麼嘛 他唯一特別就是他的眼睛 這麼的酷 來看一下眼睛好了 來 啊 沒有彈藥是吧 因為是拿錯 拿錯嘛 對不對 是這個 你看他的眼睛 其實還蠻恐怖的 喂喂喂喂喂 下我一跳 不要嚇我好不好 好了 可以了 可以了 不要這麼的意怒好不好 我們來看你的眼睛的 熊熊怒火的眼睛 OK 那我們今天的內容差不多也到這裡結束了好 我個人還是比較喜歡這隻白虎呀 其他的今天抓的 我倒覺得都還好 OK 那麼喜歡我的影片呢 左下角有個訂閱 右下角有個學會壞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普羅米修斯 或者是我們的這個潘朵拉模組 再見啦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